60年代的香港 婚案老旧的楼房里 两对年轻夫妇 一个有夫之妇 一个有夫之妇 缘分让他们选择同一天搬家 交错的家具时不时就会摆放错误 这也预示着两人之间的纠葛将不断 这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叫苏丽珍 她的职业是秘书 每天都会竖着精致的妆容 除了帮助老板处理工作上的问题 她还经常为老板打掩护 好让她可以和情人优惠 不被发现 苏丽珍每次都能够妥善处理 老板对她的工作很满意 周慕云是报社的编辑 和妻子成婚多年 但如今两人之间的感情慢慢淡薄 很少有交流 这天周慕云回家发现房东孙太太 和租户们一起围着一个电饭包 这个东西在当时的确很稀罕 孙太太告诉周慕云这个事 苏丽珍的老公从日本带回来的 让她也去买一个 面对周慕云的请求 苏丽珍没有拒绝的道理 于是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在逐渐的交往当中 他们熟络了起来 苏丽珍丈夫又一次从日本出差回来 周慕云感谢其带回的电饭包 付钱时男人却说 你太太已经给过我了 他没和你说吗 像是一语双关 苏丽珍每天都有看报纸的习惯 但他看的不是新闻 而是最新的武侠小说 周慕云说自己曾经也很喜欢看 甚至还想过要写武侠小说 只是没有想好如何下笔就搁置了 还把自己珍藏的武侠小说 借给苏丽珍 这天晚上下班 周慕云想去接妻子下班 等她来到公司 却被告知她的妻子很早就离开了 听到这的周慕云当作没有事情发生 但她知道妻子可能有问题 因为她还在电话里告诉自己 今天是晚班 会很晚回来 让她不用等自己 周慕云靠在墙壁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是静静地发呆 苏丽珍拎着保温筒 走过狭长潮湿的石板路 自从丈夫出差后 她每天都会在楼下的面馆买晚餐 但她不知道周慕云也是这家店的常客 两人时常在楼道擦肩而过 好不容易等到丈夫回来 明明答应自己等到下班后 为了确认 她敲响了周慕云的房间门 但开门的是周太太 苏丽珍用还书作为借口 来打探口风 但周太太并没有耐心回答 草草应付完后 就关上了门 紧闭的门内 听到悄悄的四个字你的老婆 苏丽珍将自己关在浴室里放声哭泣 在这场婚姻里到底还是有人先离开了 这简直就是张曼玉的一场旗袍秀 风情万种 恶挪多姿 柔和的面料配着极静和身的剪裁 共有28件旗袍 款式随着剧情的推进 和感情的起伏不断变化 几乎没有重复 昏黄的色调下 苏丽珍如柳的吸腰和鸟鸟停停的身姿 名媛优雅 这天下班 周慕云和苏丽珍同一时间回到家中 两人寒暄着 周慕云说最近没有看到她老公 苏丽珍说出差了 苏丽珍说没有看到周太太 周慕云说回娘家了 这看似是试探 但两人都心照不宣 因为早在两天前 苏丽珍在走廊上看见了周慕云 脖子上的领带 周慕云看见了 苏丽珍手中拿的包包 这都是他们的妻子 丈夫 从国外出差带回来的礼物 没过多久 两人约着一起吃饭 都说这些东西香港没得卖 两人都沉默了 默默地吃着饭 昏黄的路灯变换了光影 丝丝小雨中 由昏黄路灯下头下的柔和光线 苏丽珍和周慕云走在路上 可能是出于报复 不知道是谁先提议想要模拟 背叛者出轨的最初场景 不如今晚不要回家了 我老公不会这么说的 没有办法 只能重新来过 苏丽珍用手指挑逗着周慕云 眼神妩媚动人 可是转头她就放弃了 她做不到 也演不了 但是到如今所谓的真相 也完全不重要了 两人同病相连 成了互诉中常的知己 之后两人时常约着出去吃饭 苏丽珍将菜单拿给周慕云 希望她可以按她妻子的口味点单 想知道她喜欢吃什么 而周慕云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就这样两人吃着背叛者们喜欢吃的东西 周慕云还很贴心地为苏丽珍 加了些辣椒 苏丽珍讽刺地说道 你太太还挺能吃辣 两人的关系就这样不断维持下去 谁也没有说停 不久后 周慕云收到了妻子寄来的信 告诉周慕云自己回了娘家 结果现在人却在日本 显而易见和苏丽珍老公在一起 并且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周慕云愤怒地将信件揉作一团 扔了出去 这天晚上周慕云和苏丽珍打车回家 都快到家的时候 周慕云提前下了车 两人终究还是要避嫌 没想到突降大雨 周慕云全身都湿透了 还染上的风寒 周慕云的同事来看她 碰巧遇到了苏丽珍 言谈之中得知周慕云想吃芝麻糊 于是苏丽珍假计讹多了 分给了街坊邻居 只是为了给周慕云也带一碗 在痛苦又纠缠不清的挣扎里 周慕云决定中写放719的武侠小说 她知道苏丽珍也很喜欢武侠 邀请她和自己一起构思 或许是妻子给周慕云的伤害太深 她必须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在她构思提纲的时候 也在开始构思她的复仇计划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邀请苏丽珍约会 还会叫她来到家中 一起讨论小说的情节 可这天他们竟然被楼到打麻将的众人 给堵在了房间里 苏丽珍思绪不宁 不敢有太大的动静 就怕被邻居们发现 即使他们只是讨论小说而已 外面的排局打了一夜 苏丽珍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 不敢有过多的移动 而周慕云也是躺在一旁的沙发上 两人相对无言 分别的时候 苏丽珍穿上了周太太的高跟鞋 慌忙地逃了出去 假装是从外面刚回来 将自己的绣花鞋留在了周慕云的房间 经此一试 周慕云为了计划能够更成功 去酒店租下了一个房间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2046 她将这个房间号告诉了苏丽珍 希望两人可以在这里继续创作 但是苏丽珍胆怯了 她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完美要求 高领期跑向睁着保守拘谨和自我保护 周慕云沉着脸站在了酒店房间 她有了新的计划 这个男人为了报复妻子的出轨 找到了妻子出轨对象的老婆 想尽办法让她爱上自己 再狠狠抛弃她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恨屋即屋吧 好几天没有见到周慕云的苏丽珍 终于忍不住 给报社打了个电话 却得知周慕云生病了 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 放心不下周慕云的她 急忙打上一辆出租车 随便披上一件外套就去酒店找周慕云 可是她从楼梯的一头 跑向另一头 反反复复 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敲响了房门 欲擒故纵的伎俩 还是没有人能逃脱 听见苏丽珍按下门铃 周慕云低下头笑了 说不来是冷笑还是苦笑 但她知道苏丽珍已经将自己放在心上了 在这个房间里 两个人除了创作什么也没做 并且苏丽珍在离开时 反复强调 说他们不会和那两个人一样 这话反而像是在告诫自己 不准越界 之后两人常常汇聚在酒店 东方人的含蓄和节制 在闪闪说说游以不定的对视 不断涌出 讨论剧情的时候 苏丽珍笑眼如花 满心欢喜 之后两人又一次地玩起了角色扮演 可当苏丽珍问第二遍时 却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趴在周慕云的肩膀上哭泣 本以为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 房东太太的一句话 让苏丽珍醍醐灌顶 这让苏丽珍退缩 不敢再往前迈出一步 她不允许一丝一毫的瑕疵 不允许自己走错一步 此后她再也没有去过那间房间 无论周慕云用电话怎么邀请 回答她的只有一阵沉默 如今苏丽珍唯一的娱乐活动 就是看太太们打麻将 但她始终心不在焉 会一个人静静地发呆 眼神空洞无神 但却难掩内心的委屈落寞 不觉之间眼泪就躺了下来 这天晚上周慕云找到苏丽珍 这是她复仇的最后一步 让苏丽珍认清自己的心 再狠狠抛弃她 于是周慕云告诉她自己要去新加坡 希望她可以配合自己模拟一场最后的分别 当周慕云的手抽离手心那一刻 苏丽珍的心也仿佛被抽走了一半 她紧紧抓住自己的另一只手臂 手上的青筋突现 一种油然而生的痛苦陡然呈现 这样的演戏让苏丽珍非常痛苦 终于还是忍不住 埋在周慕云的肩头嚎啕大哭 周慕云只是轻轻摩擦她的后背 没有过多的言语 看起来像是在安慰苏丽珍 但她的表情木讷 完全没有悲伤 仿佛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当中 等到离开的那一天 周慕云给苏丽珍打了个电话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回答她的只有一阵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 苏丽珍回过神来 跑向了酒店 可等待她的只有一个空旷的房间 周慕云早已离开 独留她一个人默默在房间流泪 一年之后 苏丽珍来到新加坡 通过周慕云的好友 拿到了她的房间钥匙 她坐在床上 闻着熟悉的味道 然后从桌子上点燃一根雪茄 不抽 只是放在那里任她的烟雾缭绕 盘旋 四散 一种她曾经熟悉的香味 她呆坐在椅子上 眼泪开始滑落 回到家的周慕云 又过了四年 苏丽珍又搬回了这个小弄堂 租下了当年住过的房间 自顾自回忆当年邻里和睦的场景 苏丽珍却忍不住看着窗外红了眼眶 周慕云也回到了香港 来到了弄堂 听说隔壁房间住着一个女人 还带着一个孩子 周慕云从这边的窗户上看过去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改变 可早已物是人非 周慕云知道那扇门背后 会有自己的旧相识 但两人终究还是错过 但这份感情像是一块巨石压在周慕云心中 她只能在吴歌窟的石壁上 对着洞口倾诉 是对多年前那场复仇的真相 还是对苏丽珍的真实感情 这终究还是周慕云的秘密 之后她将洞口用泥巴封住 花样年华 花一样的年华 我们在这样的年华里都会不断地逝去 不断地错过 自己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孤独得行走着